好,大家好,今天我們會談談不同麥克風的種類 好,大家好,今集繼續有Paul Paul 是音樂創作人,亦對收音好研究 上集我們試過不同麥克風的PK 大比拼 我們今天有些網友都問 你的無線麥克風可否用來唱歌 上次測試完了,你覺得可以用來唱歌嗎? 其實所有麥克風都可以唱歌 即是拍VLOG,就這樣插iPhone這個都可以唱歌 即是那些故事,你唱到曉飛都可以 基本上怎樣都可以唱歌 我會覺得都是看你需求 如果你想手機一點,譬如我想拿著 適合的環境下,我覺得都可以用這支是唱歌 但你不能預期錄音室水準 我告訴你,錄音室水準也會害怕 其實正常錄音室或者麥克風有幾類 我們可以怎樣分析呢? 最大類我們經常聽的一支叫做Condenser麥克風 Condenser麥克風通常都是這麼大塊的 中文是電容麥克風通常是電容麥克風 小隻的,通常我們卡拉OK唱,即是插麥克風 其實這支都是電容麥克風 小隻的那些,插著的那些就叫做Dynamic麥克風 中文是動態 動態 真的知道,動態麥克風 電的那支麥克風一定比大力麥克風 不一定的,就是看情況 這支麥克風是要電的 即是那支麥克風本身 就已經可以回電給我們叫48V 或者叫Phantom Power 是一個微電量 為什麼要電呢? 就是因為這支麥克風的技術性 收音扣做為需要微電流 所以就要電 通常我們唱歌都會傾向 錄音室通常會用電的那支麥克風 因為它收音的頻率 即是低、中、高音 它會收得比較detail 很細微的質感 理論上都會收到 Dynamic麥克風 理論上很多時候可能會在某些情況 可能夾Band 或者你的聲音要唱到很Raw 很Rock的時候 有機會會用到Dynamic麥克風 都不停 會這樣分析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開頭去了解一些收音設備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有些特別 可能你買了一些麥克風 原來它 甚至結麥克風也有 Condensite麥克風 如果你買了這支要電的Condensite麥克風 你插進普通一個iPhone 其實iPhone是給不到電 其實你的支麥克風就沒有聲 所以都要留意買麥克風的時候 不要買錯麥克風 通常要電的Condensite麥克風 就會有一塊電容 大塊一點 比較重的 有塊東西 如果你說那些結麥克風也有 是的 就是比較重的 明白 所以如果大家是初學者 又或者純粹想收音 清楚內容 做多些Vlog 拍片 Youtube 那就適合用我們的無線麥克風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東西想請教阿波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會請教阿波 為大家解答 好 下次見 Bye Bye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或者甚至是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Bye Bye